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 欢迎绿镜剧组的到来 小羊驼 你是谁 欢迎各位 太可爱了 让我们一起拍张合影 我们倒数五秒 大家都有带着小羊驼来的 差点以为是骑着过来的 三 二 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派对现场 绿镜我们主要讲述的是一个 一云重重的手镯 一场奇特体验和一个超科技产品 让苏澄澄拥有了改变容貌的能力 随后唐琪揭开了她变换身份的真相 两人要一起面对绿镜手镯 带来的严峻挑战 我们要欢迎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 这个小羊还是自己牵来的 这次驯服了一只羊驼 兰迪手上也有一只可爱的羊驼 还有大有小的 对 我们也可以跟镜头挥挥手 有好多朋友在看着大家 对 参加我们今天的派对 今天走出了家庭的感觉 而且看到这个小羊 感觉这不就是我们好美好的精神状态吗 特别美好 来 我们也有请各位拿上话筒 这次了不得了 这次都可以带着我们的羊驼来到现场 来 牵着羊驼一起上场吧 好 来 这边有请 来 欢迎各位 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给羊驼一个C位是吧 来 大家往中间站 好 好 那我们就跟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我们从剑刺开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谭剑刺 我在《绿镜》里面饰演的是唐琪 谢谢 欢迎剑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绿镜》的导演陈岳静 大家好 欢迎导演 来 兰迪 大家好 我是李兰迪 在戏中饰演苏晨晨 欢迎 欢迎兰迪 大家好 我是王鸿逸 在《绿镜》中饰演全盛堂 欢迎鸿逸 大家好 我是导演张华伦 欢迎 那今天这个羊驼来到现场 一定是有一些说法的 对不对 对 一次要跟大家说一下我 你说两句吧 说两句 这是我的女朋友 女主角 对 这是我的戏里面的女主角 你 对 除了李兰迪以外 卖个关子 所以她是在剧中 跟你有一些感情线的 有感情线 非常重的感情线 很重的感情 怪不得到哪都带着 对 难舍难分 天哪 来 我们来听一下女朋友 兰迪 您手中的这个 该不会是您在剧中的男朋友吧 这个就是我自己 那这是贵人 对 我可以变成 任何你们想到的 想不到的 东西 或者人 所以这个在剧中是非常重要的 扣了题 绿镜是吧 是 所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次我们饰演的这个角色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今天次开始 我饰演的这个唐琪 他是一个 在情商上面比较呆板 但是在智商上面 就比较厉害的这么一个博士 对 所以在 苏晨晨不停的变换当中 慢慢地找到了 最真实 自己内心最想要的 一个 一段感情吧 听起来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展开 蓝迪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的角色 我饰演的 我饰演的苏晨晨是一个 武力值超高的一个女生 她其实最开始有一点点的不自信 然后在拥有了这个 滤镜的一个作用之下 也开始 就是找到自己 然后终于自己 也接纳自己 也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鸿逸能这次的角色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王鸿逸 我在《滤镜》中 饰演全圣堂 同时我也是羊驼 也是苏晨晨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什么情况呀 什么情况 我已经理不清楚 他们的人物关系了 晕了就对了 晕了就对了 对 这个我觉得给大家留下了 非常非常多的悬念 所以想问一下导演 就这次的我们这个故事 对不对 给大家 刚才我们留下了 非常多的悬念 已经绕晕了 所以亮点还有吗 跟大家再来透露一下 我觉得人物关系 错综复杂只是一方面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 是一个都市爱情奇幻剧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奇幻上 然后它除了 这个人物关系 错综复杂之外 我觉得它人物感情 也是奇奇怪怪的 然后整个故事情节 看起来有点出其不易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 最大的亮点就是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人物情感 这个奇奇怪怪 故事情节出其不易 人物关系奇奇怪怪 但是看到你们都可可爱爱 我们期待一下你们的故事 来吧 《绿巾》是一部 结合了刚刚陈老师的《奇幻》 然后《现代言情》的一部 我们是原创的作品 然后它是轻松有趣 温暖自愈 同时剧情紧凑 然后爽感一绝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故事 但是永远都会有惊喜给到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的 我们今天在现场确实不知道 他们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那今天对三位在我们的现场 也跟大家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悬念 那你想问一下 因为这次跟红衣应该是二搭了吧 这次对对对 二搭什么样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合作 你先分享一下 这次和谭歌二搭 关系变得和第一次很不一样 我也更恶劣了 因为那部戏就很多罗生门 这部戏当中是不是 因为在那部戏长相思里面 我其实是把红衣给刀了的 对 这部戏 这部戏他也见证了我的 嗯 嗯是什么 嗯里有千言万语啊 这个嗯对 后面跟着沈六号有非常多的这个剧情 那今天我们就不多说 留到剧集上线之后 对对 再跟大家好好地来展开他们的故事 今天要再次的感谢各位 再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奇奇怪怪 但是可可爱爱的线索 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追剧吧 好不好 好 再次的欢迎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带着我们小羊驼 走到我们的想看清单里吧 好 来 谢谢你们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派对现场 谢谢 对 我非常期待他们这部剧了已经 反正已经骑到了我的带播清单里 而且呢 我们知道兰迪还有一部 备受关注的新剧